白宫最担忧的事情发生了 东欧战争升级化 中东冲突扩大化 新冷战布局破灭 美国已经被绑架 霸主美国最近几周可谓是焦头烂额 东欧方向节节败退 处境艰难的乌克兰又在催美国 抓紧通过600亿援助回血 与此同时呢 中东方向以色列也捅了个大娄子 4月1号以军F35隐身战机 公开越境轰炸了伊朗主席利亚使馆 伊朗国内目前群情积分 誓言要让以色列付出代价 大家都知道美国的穿河之一 就是唯恐天下不乱的战争贩子 不过当动乱不受白宫控制时 美国也会恐慌 甚至担忧霸权时代的终结 大家都知道美国霸权 建立在英法之谜帝国的衰落 冷战后苏联的失败 还有对中国的封锁打压 但是呢 苏联的解体源于自身 霸权时代带来的自大 又让美国跳进中东泥潭 长达20年 错过了遏制中国崛起的最好机会 纵观美国霸权的历程 白宫下的最好两步棋 其实就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前期保持中立姿态 两头卖自原武器 发战争财 中途进场参战 战后参与世界各局划分 这是美国单击霸权的起点 也是白宫战略布局的顶峰 然而成欲死者毁欲死 前两次世界大战 美国的战略布局 直随能够成功 孤立主义很影观念 但如今的美国成长为世界的霸主 霸权利益和乌克兰 以色列等战略盟友深度捆绑 美国不能对欧亚大陆上发生的事 直指都外 白宫也不会放弃 以色列和乌克兰这些 能够影响地缘局势的关键前沿这地 实际上呢 利用乌克兰牵制俄罗斯 通过以色列搅乱中东 也是个高明的战略布局 美国就可以回头应对中国的崛起 但是呢 美国显然不会掌握试探俄罗斯的粉碎 也管不住底下的欧洲和以色列 结果就是东欧战争逐渐升级化 中东冲突开始扩大化 特别是最近以色列恃宠而交 面对联大决议 不仅不收敛 反而空袭打伊朗脸的举动 不仅触动了中俄裔 贴三角 还把美国绑上了战车 这是白宫最不愿意看到的 如果伊朗60万狂热宗教人士 直接下场 就凭以色列如今每月984美元 连命都不敢卖的业务兵 谁胜谁负一目了然 届使美国几乎难下 不下场就表明 美国连亲生儿子都能卖 欧洲为了生存会更加独立 若是下场又会重新踏进中东的泥潭 而且与无核直中的伊拉克和穷老乡 塔利班不同 伊朗有宗教增加凝聚力 还有中俄作为后盾 美国一只脚踏了进去就别想出来 东方向更是这个样 美国不想打治安战 更不想提前参加S3赛季 白宫目前的主要策略就是军事上加速 从治安战重新转行为 侧重大国战争 保持相互威慑 经济上联合亲民国家与中俄等国家脱钩 同时政治上打各种地缘派 消耗中俄裔三交实力 也就是拜登政府常说的新冷战 毕竟热战打输了一无所有 冷战输了再差也是美洲经济的中心 反而是那些霸权棋子 往往认不清自己的定位 要么凭借美国撑腰 威非作歹 要么担忧美国霸权衰落 自己未来首当其冲会被清算 所以在反中反俄挑动地区局势上 更加的卖力 美国想维持霸权秩计 或者体面推出历史舞台 但美国在世界各地 买下的火药桶已经开始引火烧身 美国迟早会像英法一样 为了自己的全球帝国 被迫在错误的时间 错误的地点 流进最后一滴血 并彻底消亡于历史长河之中 对这个问题呢 大家有什么看法 可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欢迎大家点击关注 好了 下期见